那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事情 但是我沒看見了 即使這樣的意志力 你也沒有辦法勝過這個罪的律 然後第二終點說到什麼 請姊妹們來讀一下 意志和罪的律相反的時候 到底是哪一個得勝 他在起頭都是意志的勝 但結果都是罪的勝 對 所以這句話意志和罪的律相反的時候 例如說法國他不是定義要為善 但是這個罪的律當然不是叫你要為善 因為他是罪罪就不會想要去做好事情 一定是去幹這個壞事情 所以這個意志跟罪相反的時候 到底哪一個會得勝呢 這個事實證明 剛開始是意志得勝 後來是罪得勝 這都是我們的經歷 我剛剛舉了這個例子 拿一個手提 剛開始你可以得勝 你可以拿 但是久了之後你就失敗了 那這個例子就給我想起 在舊約的時候出埃及記 這個神借著摩西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帶到這個曠野的時候 他們來到一個地方就是立非定的一個地方 那在這之前呢 他們也享受了這個嘛 享受了這個以靈的這個活權 然後到了這個地方的時候呢 突然由亞馬利人 亞馬利人來 然後要跟以色列人戰 這個摩西呢就派了這個約書養 請他把以色列中這個壯兵全部派出來去應戰 那這個摩西呢他就上山去為他們祷告 很為他們祷告 那摩西呢從早到晚呢就在那邊祷告 但是呢他舉手 什麼時候聖經記載就是說 什麼時候摩西舉手的時候呢 以色列人看在底下的時候 以色列人就打勝這個亞馬利人 那摩西呢手會痠啊 痠不過地心引力 手會痠啊就吹下 結果呢以色列人就怎樣 打敗仗就輸了 所以呢這個亞馬利人呢 跟他兒子固兒很有智慧 把一顆大石頭放 讓這個摩西坐著 坐著喔 然後呢亞馬利跟固兒呢 就幫他舉手 一個人舉一天 幫他幫著這樣 幫助他們勝過這個地心引力 幫助這樣 所以呢就這樣呢 摩西就這樣 有兩個助手幫他幫著這樣 然後手會一直舉著 從早到晚呢一直在為他們祷告 結果呢以色列人就把這個 亞馬利人打敗了 沒有怎麼有機會去讀這段 聖經的那個處理的意義 這個亞馬利人呢 就說到我們的肉體 然後最奇妙的就是 這段的記載最後一句啦 說到耶和華世世代代 要與亞馬利人為仇 要為仇 那神呢有一個命令 要把這個亞馬利的這個名號呢 從地上抹抹掉 就是除滅 在我們的經驗裡面呢 這個亞馬利人就是我們的肉體 這個你會發覺呢 肉體呢你活多久 你的肉體就跟你多久 那你如果不爭戰的話呢 你如果不跟這個肉體爭戰呢 你就會死吧 你就會被這個亞馬利人打敗 那我們的經歷裡面就是這樣 因為雖然我們已經蒙恩得救了 但是呢這個肉體呢 主還保留著 主還保留著 這個肉體呢 除非我們這個到主那裡去了 然後或者是呢 直到主再來的時候 主要改變我們這個身體的這個形象 形狀裡面 所以呢這裡也給我們看見呢 我們需要與這個肉體 就是這個肢體中最能力 在這邊爭戰 有沒有 好 那再來我們看這個第三終點 請弟兄來宣課 是人與罪抵抗一些時候 凡是罪的力量 遠超過人意志的力量 這也是一個律 他為因者意志反常就消滅 對 所以你很清楚告訴我們 這個罪的力量呢 遠超過人意志的力量 Amen 所以呢 醉呢這樣一個律呢 不會因為我們 第一次要跟他反抗 他就會消滅 是不會的 他會一直的存在 那我們的經歷呢 這一個結果呢 就是怎樣呢 總是罪的律都勝過我 勝過我 好 那第四終點 請姊妹們來讀 當你一來沒有看見罪是一個律的時候 你總是掌用意志勝過他 老羅其先所以失敗 是因為他一直在那裡用他的意志去願意去立志 等到他看見罪是一個律的時候 他只好彈一口氣說 我真是土啊 誰能救我脫離這取死的身體呢 他認識了又要用醫師來對付罪的律 忍耐常常是咬著牙 這個 這咬著牙要忍耐 那我知道夫妻生活最需要忍耐 對 這個最需要忍耐 那即使呢 你把牙齒都咬光了 你還是一樣沒有辦法勝過這個罪 你裡面那個脾氣呢 就是還是會出來 即使牙齒都這樣碰 真的真的會叫你那個終身莫子 有沒有 好 那我們就看見說 用我們的意志力要來對付罪的事情是滿的 那趴好弟兄姊妹 我們信息講到這裡 給你一個很深刻的印象 我們什麼都不行啊 這個罪的律呢 一在我們裡面發動 你會發覺什麼都沒有辦法抵抗 對 真的沒有辦法抵抗 就是像他們約翰藝術講到 這個整個世界都握在那二者的底下 對 就好像我們在手術來的時候已經被麻醉了 然後這個醉的律在我們身上 然後做運行的時候呢 你這個人完全在看在那邊 完全毫無力量的 想要去勝過這個醉是不可能的 那所以保羅茲好發出一種的這個叹息啊 我真是苦啊 對 誰能夠救我啊 對 感謝主 所以呢 這個保羅沒有停在這個第七章 然後所以呢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第三大點 第三大點 生命之領的律 生命之領的律 使人脫離罪的律 生命之領的律 使人脫離罪的律 好 不要準備 我們來讀一下羅馬書這個八章 一節跟二節 是如此 現今 那些在基督耶穌里的 就沒有定罪了 因為生命之領的律 在基督耶穌里已經釋放了我 使我脫離了罪於死的律 這是得勝的保羅 好 好 好 有沒有 那兄姊妹 感謝主 這個保羅發現了一個東西 他不僅發現罪是一個律 他更發現生命之領 他也有一個律 有沒有 能夠叫我們脫離罪於死的律 這個發現呢 比他發現罪是一個律 是怎樣 更大的一種發現 但願這個發現呢 弟兄姊妹 今天呢 也要成為你的發現 有弟兄說呢 這個 牛頓發現萬有禮畢 那我們的弟兄呢 發現了這個生命之領的律 更應該得到這個獎 對不對 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你發脾氣 你要生命之領的律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 你會發現呢 一件事情 這個律啊 你發脾氣要用力嗎 我意思就是說 你需要努力嗎 不需要 一點都不需要花力氣 因為它是一個律 律本身就會有一個脾氣 你不需要很努力的去 我要發脾氣 我要發脾氣 你自然就很發出來 時間到自然就發出來 因為呢 它是不需要花發脾氣 這就是一個律